今天就想说这个是刚刚世卫公布了一个消息 就是这个纽约时报的新闻就是 Aspatem是一个possible clause of cancer in human 这是世卫组织的一个消息 另外就是这个世卫组织的公布 这个是CNPC公布 不约而同就把Aspatem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是否读错 但是中文就是阿斯巴填 阿斯巴填可能是一个致癌的物质 7月14日就是昨天 其实流传了这个消息已经过两个星期 我过两个星期之前也看到 但是昨天就正式就WHO世卫 就是一个公布 他们的那个癌症研究机构 叫做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IARC IARC 就是发表了一个报告 就是证实把这个阿斯巴填 归为可以致癌物质 列入这个2B组的危险程度 看看究竟2B是危险成什么呢 看看这个图就知道了 那这个IARC 就是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那么通常呢 它就有四个层次的 在高层次 这里就是低层次 那么最高层次就是1 接着就是2A 接着2B 接着3 越高层次就越危险 危险到什么呢 比如第一 就是说 sufficient evidence for cancer in human 就是说 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证明 那个物质是会致癌的 这个就是定为1 那包括是什么呢 吃烟 太阳 曬太阳 就是喝酒 以及面对这个辐射的污染 这些很明显已经证实了 有很多证据证明是会致癌的 这些物质 这个就是1 1 第一部分 那就有2A 2A就没那么厉害的 包括是高温的煎炸东西 DDT 以前的农药 杀虫剂 吃红肉 就是牛肉 羊肉 那些 就是night shift work 咦? 夜晚轮间的工作 原来都是致癌 是2A 好了 2B级 没有那么高 包括什么呢 就是这个是燃料的机器 噴出来的肺气 接着是职业病 比如说你作为一个发行师 原来有机会是痴癌 是机会大一点的 另外是圆 圆的物质 如果你接触到圆 比如说 几年前我们有一个屋邨的水喉 是含源量太高 也是可以致癌的 但是呢 都是属于2B级 今次的阿斯巴田 也是属于2B级 代表什么呢? 在人们 比较有足够的证明 就是说 暂时 都是有限度的证明 对人类痴癌 是有限度的证明 不是确实证明的 也不是很足够证明 在动物实验方面 证明到2B这一组的物质 就是很厉害 很有机会致癌的 所以它英文这里也是说 possibly carcinogenic 就是有可能是致癌而已 所以大家不用太害怕 是否立刻把家里的 调节奏、无糖可乐 应该是不需要的 根据另一个组织 JECFA 就是叫做 世卫组织的 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 他说 如果一个成年人 70公斤体重的成年人 如果你每天喝超过 9-14罐 每一罐包含200-300毫克的 亚斯巴尔的饮品 可能会影响健康 或者致癌 就是有机会而已 如果你要喝多一点 你不要一天喝9-14罐 不要那么离谱 如果一天喝一罐 也似乎不会太大影响 有即时性的影响 好了 出了这个报告 世卫呢 接着当然了 美国就很大反应 因为可乐公司是美国的 所以美国的FDA 就立刻说 喂 你那个报告 不是很全面 这样 应该呢 你IARC IARC 就是这个报告 IARC 这个集团 不是那么作准 你要配合 JECFA 就说 喝9次14罐才有事 这样 所以 美国的FDA 就立刻出来说 这样 这件事就是 其实这两天 大家都很关心 可能呢 都会立刻去看一看 你家里的Dial Code 或者Zero Code 是有没有阿斯巴田 其实我都立刻去看 看了 他真的写到明 他真的写到明 有阿斯巴田 阿斯巴田 其实已经是用了很久 是说的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已经是一个很出名的代糖的成分 他其实不单止是可以在Dial Code Zero Code 那里找到的 其实很多的食品 如果有代糖的话 都会找到这个物质 包括什么呢 包括饮料 药物 无糖饮料 香口胶 雪糕 酸奶 早餐的物片 牙膏 止咳药水 维生素 维他命的片 原来全部都有这个阿斯巴田 所以你真的给了 都不给了那么多 幸好现在 虽然 世卫说他有可能痣癌 但是 另一个报告 或者FDA 就说 不是真的这么紧要 所以 不要吃过两 都可以的 可以解决大家的疑虑 实际上 糖尿病 这么普遍 对于阿斯巴田 这些代糖 其实大家 对这个需求 也挺大的 暂时来说 也不用太大 反应 好了 很快就说到 最后的题目 就是说 昨天 上诉庭判决 认为 原审法官 沈小文 有两个案件处理的时候 就是处理证据的时候 法律上犯错 但是其中九个人 已经离开香港 所以 因为 未能够送达全票 未能发还案件重审 但是 有四个 依然留在香港 包括 社工 陈鸿秀等等 四人 在湾仔 暴动案当中 就是 当时 被 沈小文 法官 被判无罪 现在这四个人 就会 被通知 发还 重审 重新審 至于九个人 就是 已经离开了香港 就没办法重审 首先 看完这件 看完这件案 立即做 其实是两件案件 正是三件案件 三件案件 我很快说一说 三件案件是什么 三件案件 都是 审小文 裁判官 在2020年10月 和2021年2月 发生的 就是831案 和10月1日的案件 牵涉14名被告 当时 沈小文裁判官 裁定 831案 八个人 暴动罪 不成立 另外 有10月1日的案件 另外那六个 也是不成立 发生什么事呢 831 主要是湾仔 爆发激烈警民冲突 镇地社工成员 陈洪秀等八人被控暴动 当时被宣布是罪名不成立的 除了831案件 还有两件事 还有两件事 也是10月1日发生的 2019年10月1日 警方在铜锐环 一个经营旅游住宿的租赁平台 那个单位里面 搜出白电油和玻璃瓶 当时控告六人串谋参与暴动 另外还有一宗 12号是黄大仙 20岁的男生被指 在当天包围黄大仙纪律部队宿舍 遭驱散时 就向警方责物 当然被警方捉了 男生否认暴动罪 当时沈小文裁判官也是裁定他无罪 当时沈小文裁判官有几点 特别提出的 他就说被告人逃跑 就不一定是畏罪 你捉了逃跑中的人 就不代表他犯罪 不一定是畏罪 另外他就说暴动现场 捉的那些全身乞衣 就不作是作参与暴动 服饰及颜色是个人喜好 这一点就真的是 当时沈小文裁判官说出来 其实也有几多争议 正正就是因为大部分参与暴动的人 暴暖的人 就是黑暴时期 都是穿全身乞衣 好了 那你就说他穿乞衣 有个人喜好的 穿乞衣不代表暴动 当然穿乞衣不代表暴动 但如果他们在暴动现场 凡事的时候被警方捉了 就跟他穿乞衣没关系的 抓了就是抓了 那你没理由抓了他之后就说 你抓了他 他穿乞衣 但是穿乞衣不代表一定是暴徒 他穿乞衣不代表暴徒而已 但是他被警方抓了 因为他犯事所以抓了他 所以不需要理他是不是穿乞衣 总之你犯事现场被警方抓了 其实就已经是可以告他暴动罪了 所以当然配合其他政工了 所以当时沈小文法官 在2020年的判案 说出这一点 其实当时很多人都觉得 你这一点是对的 但是你这一点是不足以 判被抓的暴徒 无罪释放 事后《文汇报》有篇文章 就说沈小文法官放走了 十几个暴徒 斥责他的判词 在剃黑衣人辩护 《文汇报》当时指沈小文法官 在四个月内放生14个暴徒 这位沈小文法官事后 在2021年尾 已经移民到英国了 现在稍稍遥遥地生活了 但是律政司当然是不会放过 他被指为缺失了 因为现在就已经是 决定上诉庭 就是发还四个人去重審 但是九个人 因为离开香港就不能重審 那其实是否九个人离开香港 就不用上诉 其实是否九个人离开香港 你的全票到达不到他 那就是不上诉 那就是有没有一样东西 可以缺席聆讯呢 就是九个人离开香港 你就可以缺席聆讯 照审 那如果审得他们有罪 那是不是可以通缺这九个人呢 就是我这样想 这个个人的看法 不知道是否对 但是现在就上诉庭是决定 这九个人走了 都不能给他存票 那就算了 不上诉 那就是上诉完之后 就是有四个人 现在要重審 那相信这些当时被视为法庭裁判 裁判官 在有些裁判 在有些裁判 在有些裁判上有个别 有两三个 不是很多 有个别的判决 是有争议的 那现在就是律政司 都是上诉 不断地上诉 那终于也都是 起码我们看到 有四个人可以重審 至于九个人 因为离开香港 是不能重審 那这个我觉得也有相隔余地 有没有机会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缺席聆讯 缺席审讯 然后都可以照审 那我就留给法律界的人士 去衡量 大家好 石楼台已经简化了订阅的流程 不用验证电邮 想付费订阅石楼台更方便 我们都优化了视频播放器 网组比较慢的时候 都可以看得流畅的 如果有任何关于订阅 或者使用的问题 欢迎你联络我们 你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 自电3181-3890 或者是用画面上的这个地址 发电邮给我们的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的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比较少说的 中国新闻时事分析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寻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的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支持巴士的布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